大家好 今天要和球迷分享的话题是 杜峰拒绝三连败 广东决战吉林 突出重大习讯 如发放心了 今天和球迷们一起来聊一聊广东队的最新消息 众所周知 目前CBA第2阶段的比赛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之中 作为备受球迷们关注的未免冠军广东队 在第2阶段开始 却遭入到了重大的困境 目前广东队已经惨遭两连败 辛厚暴冷不敌广沙队和山西队 确实令很多广东队的球迷 难以接受 那么在 今天晚上19点35分 广东队将会 迎战吉林队 很多球迷 也期待着广东队能够打去 利息之战 作为球队的 举帅杜峰指导 肯定是拒绝球队 三连败 希望能够 重新找回 赢球的感觉 现在 广东队排在年赛第7名 吉林队排在第13名 从两队的整体实力来分析的话 广东队应该占有较大的优势 首先 广东队作用多名国手球来 另外 广东队拥有深厚的冠军底润 在前面遭入两连败 那么现在 面对着吉林队 广东队肯定希望能够 止据连败的颓势 那么因此 在今天晚上的比赛 杜峰指导 肯定会全力以赴 那么谈到吉林队 其实 广东队也不能掉以轻心 虽然说 指命实力上 吉林队的本土球来 广东队的本土球来 相比 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但是 吉林队 拥有一位 非常强大的 超级外人 那就是 超级得分手 琼斯 众所周知 很多球迷 把琼斯 称为C比亚林赛的 第1外人 个人能力甚至要超过马上 拥有 爆炸的得分能力 那么因此 广东队在 决战吉林队的这场比赛中 一定要 做好针对性的防守工作 特别是 要防距琼斯 不能乱琼斯 引来爆发 否则的话 广东队麻烦就大了 那么另外 在本土球来方面 广东队 一定要 特别 注意吉林队的 姜伟泽和姜雨昕 这两位 本土球员 个人能力也不用小觑 那么在本场比赛开始之前 广东队也是突然收获到了重大的习讯 这对于球队今天晚上的比赛 将会产生 积极的作用 会给球队和教练者提供很大的信心支持 根据媒体报道 新华社体育部 近期 平行区2021年中国体育十大新闻 广东队加冥CBA11罐 排在第4名 这是对于广东队上个赛季 成绩的 极大肯定 那么在这个时候 广东队面对困难的时候 新华社 这个发文 赞扬广东队 夺得CBA11罐 其实 也会给广东队的 球员 带来很大的 信心 这也有助于今天晚上广东队打出利息之战 那么另外 广东队的明星球员 易吉林 在近期 也是 发布了宣传视频 为即将到来的软弹大战 进行 预约 众所周知 在打完 吉林队这场比赛之后 在1月1日 软弹加节了 广东队将会 迎战 强大的辽宁队 这也是 本赛季广东队和辽宁队的首次交手 那么因此 在软弹大战到来之前 广东队肯定不希望三年败 杜峰知道 军决 拒绝三年败 因此 对阵吉林队这些比赛 广东队也必须拿下 那么 本场比赛 杜峰知道很有可能会做出一定的调整 那么首先 我个人建议 在内心方面 杜峰知道 不妨考虑重用征返日 为什么这样说 那么首先 易静零 虽然说上日归来 但是 很多球迷也可以看出 易静零的爆发力 大不如以前 那么因此 在这个时候 杜峰知道 可以考虑 用更加年轻的 真凡日 来分担易静零的防守压力 这样也许可以使 广东队的内心 胆板 尽量的缩小 可以弥补 篮板球的劣势 另外在风信上面 任俊飞 周鹏 威姆斯 刘传彪 这三位球员 应该能够 给广东队的风信 带来很大的帮助 特别是 刘传彪的回归 也给 球队带来了 很大的惊喜 那么最后 就是后卫性上面 我个人建议 重用徐杰和赵瑞 那么 对于球队的总经理 居方队先生 看到广东队目前的困境 肯定也是比较的担心 那么现在呢 广东队 突然收到了 外界媒体的 顶名赞 再加上 球队灵魂人物 易静零 已经摊牌表决心 那么我们也相信 在今天晚上的比赛 广东队 能够迎来 逆袭姿态 居方队啊 终于可以放心的 对